第十七课 第十七课我们拿这个东西做课件 打开看看 直接让我们注册 随便输入点东西点确定 看有一个错误提示框 我们那就再入吧 这就是一个它的最大的最致命的弱点 PEID查一下 DELF6.0到7.0没壳 好我们奥迪再入 就是我们在破解的时候要注意观察 对吧 观察它有没有字符串 观察它有没有提示框 观察我们注册码输入错误的时候 或密码输入错误的时候 它有什么提示给我们 对吧 都可以作为切入点 要注意观察 要有新 载入后F9运行程序 然后让我们注册 我们就点注册 随便输入点 随便输入点 一大堆零 点击注册 那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对话框 对吧 然后我们都学过什么 学过 我用总结吗 你们可以用 你们学过的方法来破解一下这个程序 对吧 在这我们来一个简单的 很方便很快捷 这个框不要关啊 不要关 暂停 我们上一次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K对吧 K 然后找到了那个message box 我们调用返回 对吧 这不了 我们不那么做了 这次我们更简单 非常非常便捷啊 我们呃提示框 提示我们以后 我们不要关闭 然后回来到OD F12暂停程序 然后奥特加F9 就是这个执行到用户代码 啊F12 然后奥特加F9 非常快捷 然后来关闭提示框 对 啊 过程是这样的 提示框出现了 就不管是密码错误啊 还是这个注册码错误啊 反正什么注册不成功之类的 提示框一出来 不要理他 直接回到OD F12 按下F12键盘F12键 然后再按下奥特加F9键 你也可以鼠标操作 点那个暂停 对吧 然后点调试 点执行到 看看 忘了 执行到用户代码 对吧 啊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回到 软件点确定 关闭这个 错误提示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OD 此时已经返回了 程序领空 对吧 这时候已经回到程序领空了 程序领空怎么确定啊 还用我说吗 首先摸块是程序的名字 对吧 是程序领空 其次 这个地址也没有那么大 什么7GGGGG 不是那样的 对吧 好 我们能确定是程序领空 好 我们向上推一下 看到Messagebox 这就是提示错误的提示块 我们备注一下 提示错误的扣 确定 然后看到这里啊 看到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跳转进来 对吧 在底下有跳转进来 就是这个向右的箭头 注意啊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已经提示了 对吧 跳转来自两个地方 懂不懂 就是有两个跳转都能跳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先去第一个看看 从选中这一行 从这右键 啊 鼠标推上去的 好 那我们就已经找到这两个了 对吧 一个是这个 jump 一个是这个 jump 好 我们看看 嗯 看到了 这个两个 jump 怎么都没跳过这个call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底下有一个跳转来源 又有一个跳转来源 是他跳过了这两个call 对吧 这个 大家很常见 对吧 常见的是一个call 跳转跳过了一个降跑 他这跳过了我们两个降跑 不要被这两个降跑把你给误导了 灵活一些 思维灵活一些 我们去这个跳转 来源处去看一看 好 顺着这个跳转 这条这条红线 向上找到了一个记忆 对吧 我们FR下断 嗯 关键call也下一个段 哦 没下段 我就是给提示大家 这是关键call 对吧 既然我们找到了关键跳 关键跳上边的一个call 就是关键call 为什么这么判断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次 关键跳 我们找到了 怎么找关键跳 刚才咱们的过程就是找关键跳 对吧 这个关键跳 怎么找关键跳就不讲了 那关键call怎么确定呢 你看上面 关键跳上面 pest 是一个比较的一个命令 就是一个比较 这个你看 al 对吧 我说过这个al的问题 eax是八个零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al就最后 eax最后两个零 对吧 最后两位数 他在比较 那既然是比较了 他是怎么比较的呢 肯定是这个call 完成里边代码以后 执行了一大堆代码 最后 把结果 复制给了al 对吧 然后al拿出来判断 判断 然后确定这个跳转 跳不跳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所以我们能判定它 就是一个关键call 就是关键call 我们不用理它 我们继续 再点注册 断下来 我们通过z标志位 然后影响这个跳转 让它不实现 你看是灰色的了 对吧 通过z标志位影响它 那有的人可能说了 说我碰到了一个跳转命令 不是ginz也不是g1 我把这个z改成0了 它这跳转还是实现的 为什么呀 这个因为每一个跳转 它的这个条件指令 条件这个实现跳转的 这个 叫什么 条件是不一样的 这个z归0 是影响它们 但是你说的那些 其他的跳转 也许是这八个里边 其中一个 懂吧 也许是他们八个里边 其中一个 最简单的方法 怎么来判断呢 你比如说 我不知道ge是z控制的 那我怎么实现呢 对吧 我双击一下c 让c变一 这跳转看看 是不是变成红色了 不是 不是那我就改回来 还把c改成0 我再双击一下p 把p改成0 看看是不是变成红色了 不是 不是继续双击 把这p改回1 我们继续双击a 把a变成1 看看红色吗 还是不是 不是再改成0 改回来 然后我们的双击z z数变了 那就对了 z控制这1 对吧 这样就理解了是吧 排除法吗 对吧 这个容易理解 就 我也不用讲 我也不讲 说那个 哪个哪个命令 是哪个 哪个这个 标志位来控制 哪个哪个命令 你也记不下来 你也不用记 你太累 你就多来 多来几次 你就记住了 懂了吧 我们继续啊 注册成功 对吧 我们 竟聊天了 讲这标志位的问题了 我们看看 断下来了 然后修改 z标志位 然后让 g1调转 失败 失效 看现在红色 灰色 然后我们f9运行程序 让它自己运行 f9运行 好 为什么 n1f9运行程序 它就提示我们 出的成功呢 因为它是一个 关键条 对吧 关键条都没跳转 那接下来 底下那两个 jump可就有一个 就要跳过 那错误提示抠了 对吧 跳过了错误提示抠 它不可能 什么都不显示 对吧 那不显示错 还不显示对吗 就是这个道理 那它判断 判断这个不跳转 然后线下执行 跳过了错误 执行了成功 就是这个 对吧 我们继续向后 这一刻 可能要用时 稍微长一点 可能13分钟左右 没戏 明显 很明显 这是一个重启验证 对吧 我们又点击注册 还断下来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到了 用到 用到这个 关键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重启验证 我们爆破的一个 关键条 是没有用的 这个关键条 只是说 在你注册的时候 有用 你比如说 我们来到这个窗口 我们来到这个窗口 点注册 提示我们注册成功 重新启动软件 那提示你这个有用吗 没有用啊 对吧 因为它一重启 一检测 你又是错误的 刚才提示你成功了 但是不是让你重启吗 重启完了以后 它一检测 那你这注册码不对啊 对吧 所以我们这时候 就用到关键扣了 我们要找出一个 它的真正的注册码 我们运行程序 再点注册 停在关键扣位置 我们FT进入扣内 F8 跟着走 这有一个 又一个小循环 在它底下 F4 不跟它纠结 不跟它纠结 F4 走 看到了吗 提取我们的假码 这里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 我想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我会忘了 有的人可能会说 说既然 你是F8向下跟踪 程序会跑飞 跑飞的话 让F7进扣 那就不跑飞了 是吧 那我们就 有的人会这么想 那我就一直F7 不是就完了吗 对吧 可能你会这么想 也不是说不行 可以这样看 那你进入一个扣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扣 看我紫色鼠标 比如说这个扣 你说这个扣 你说也F7进入 这么多扣都是F7进入 那我举个例子 第一个扣里边 有一万行代码 你F7 你按两十是吗 不能扣吧 所以我们就找这个关键的 哪个扣运行的程序 我们进入哪个扣 那个扣没运行 那你去跟进去跟踪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对吧 你跟踪一万行 你跟踪一千行 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F8过扣 F8过扣 除非它运行起来了 我们在这下断进扣 理解道理吧 我们继续向下啊 提取我们的假码了 我们继续 然后提取我们的机器码 又提取我们的机器码了 我们继续啊 这就是关键扣 关键扣里边就干这个的 看到了吗 注册码 好像是注册码啊 不确定 不确定 好像是 这个非常像 我们复制下来吧 非常像 删除多余的 其实如果说要汇编好的话 汇编语言会好的话 你分析一下代码 有知的这行 自不知是不是这个 正确的注册码了 好 我们输入刚才找到的真码 点注册 那同样提示我们注册成功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 OK了 对吧 OK了 好 可以正常进入软件了 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最开始用了一个F12暂停法 对吧 然后F12暂停法用了一种快捷方式 就是回到OD 按下F12 然后按下奥特加F9 返回到用户执行 就是返回到程序领空 然后找这个 来确定这个关键跳的位置 然后因为是重启验证型类型转件 所以关键跳没有用 修改关键跳没有用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又进入了 关键扣 寻找 注册码 对吧 然后 注册码里边 我还讲到一个上节课需要了解的知识 就是别盲目的F7 F7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们就 在 在这关键 关键扣里边找到了这个 这个注册码 其实我们也可以向下跟一跟 跟一跟 你看看他最后他把结果复制给了AL 就是 那个 复制为1 或者复制为0啊 他就给了AL 然后出扣一扣 出扣以后 然后他AL对比 然后影响 影响关键跳 是跳还是不跳 嗯 行 这一刻 很长 这一刻很长 15分钟多了 行 大家再见吧